朝鲜星期二发射了一颗飞越日本的导弹 川普总统对此作出回应 美国之音记者黄耀逸带来详细报道 时间交给耀逸 是 平常你好 我们知道今天这个川普总统在今天早上 他曾经白宫发出了一个声明 当中他说这个朝鲜已经表现出 他们对于邻国 对所有联合国成员 还有对基本的国际行为准备的谬视 那这是一个威胁性影响稳定的行为 只会加深朝鲜在该地区 还有所有国家当中的孤立 那么刚才您也说到了 所有的应对选项都有可能 那不过呢 我们也知道说 今天早上川普总统就前往德州来视察风灾 那么在登上这个空军号之前呢 川普总统在回应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的问题说 你要如何来应付朝鲜 尤其你今天早上才说了 有所有的选项都摆在桌上 这时候川普总统的回应是说呢 我们看着办 我们看着办 那么在空军号飞往德州的时候呢 川普总统同时也跟新加坡总理李显龙通的电话 他的电话当中呢 除了感谢这个李显龙 在新加坡在协助救援这个美国海军的军舰 麦凯恩号上面的官兵的同时呢 他最后也跟李显龙谈到了 朝鲜在亚太地区所带来的威胁 那所以看起来川普总统目前呢 也跟一些亚太的盟国正在讨论如何来应对朝鲜 那么我们也知道说 后来川普总统也跟那个安倍晋三首相 日本的首相呢 通了电话 大概讲了40分钟 那么在当中呢 他们也是说要来要求全体的国际社会 一起来采取努力 那么美国跟日本呢 也会一起来应对朝鲜的威胁 那我们也知道呢 这次朝鲜发射这个导弹飞越了日本 其实日本已经在北海道的军事基地 部署了爱国者反导弹的系统 不过这一次不知道为什么 日本并没有才 并没有启动这次的这个爱国者的导弹 反导弹的系统 那我们接下来会看看 日本接下来方面会怎么做 那我们也看到说 其实川普总统上个星期才刚说了 他说了金正恩开始尊重我们了 不过呢 之后金正恩就发射了两次的导弹 所以因此接下来川普总统会怎么样做呢 我们看看联合国 接下来会有更多的工作 评章 好的 谢谢要易在白宫的连线报道